这汉堡真的好香 老爸你多吃点 我们很久没有吃过汉堡 儿子你也多吃点 汉堡真是好东西 天天吃都吃不腻 吃吃吃 你们父子两个都吃了一天了 也不看看自己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小赛罗被抓走了都不知道 乔妹妹别着急 慢慢和我说下是怎么回事 这里有小迪家发来的视频 你自己看吧 你好是120吗 我的朋友受伤了 麻烦你们赶快过来救救他 请你们一定要快一些 小赛罗 受伤的小朋友在哪里呢 赶快带我过去看看 奥福医生你上当了 我是逗你们玩的 没想到你们真的会来 真是太好玩了 小赛罗你记住 以后不要乱打急救电话了 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你好是119吗 我家里着火了 我被困在里面出不去了 你们快点来救救我呀 奇怪 这里没有起火呀 难道是我走错地方了吗 小赛罗 你知道是谁家房子着火了吗 根本没有着火 是我打电话骗你们的 我就喜欢看你们着急的样子 小赛罗 火警电话可不能乱打 会出大事的 你如果再乱来 我就告诉师父他老人家了 你好是110吗 我的玩具被人给抢走了 你们快点过来抓坏人啊 小赛罗 抢你玩具的人在哪里 快带我过去抓住他 拖雷基亚叔叔 我逗你玩呢 根本没有人抢我的玩具 小赛罗 你多次乱打紧急电话 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 请你和我回去协助调查 拖雷基亚叔叔 你别闹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赶快和我走 小赛罗真是太调皮了 怎么能乱打紧急电话呢 也不知道 拖雷基亚会怎么惩罚他 拖雷基亚叔叔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和我一样 这种行为 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 还可能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造成困扰和延误 爸爸我是小赛罗啊 求求你放过我和妈妈吧 不要啊 小赛罗 你醒醒啊 你快醒过来啊 废话真多 天哪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赛罗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把自己最亲的人 冰封了起来 小赛罗和格力乔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小伙伴们会一直给你们 传输爱心能量 想办法解救你们的 干得真不错 赛罗 没想到黑化后 你的威力居然这么大 以后光之国 就是我的天下了 是吗 我可不想当你的傀儡 我先解决了你 岂不更好 赛罗 你 你 不好 赛罗说说黑化了 这也太可怕了 连小赛罗和格力乔阿姨都伤害 不行 这样下去弄之魔肯定会遭殃的 我得抓紧通知大家 原来就在昨天 黑暗扎机变成了小赛罗的样子 混进了赛罗的家里 在赛罗的咖啡里放了一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药水 赛罗喝完咖啡后 呼呼大睡 黑暗扎机用黑暗技能激活了赛罗体内的黑暗毒量 把赛罗给彻底黑化了 爸爸爸爸出大事了 我刚刚看到 小笛家别着急 你慢慢说 我刚刚看到赛罗叔叔把小赛罗和格力乔阿姨都冰冻了起来 是黑暗扎机把赛罗叔叔黑化了 但是赛罗叔叔不受黑暗扎机的控制 也一起被冰冻了起来 你快想想办法解救他们吧 怎么会这样 小笛家你快带我去看看 爸爸 你想到解救他们的办法了吗 没想到你赛罗叔叔这么厉害都被黑化了 你待在这里不要动 我先去会会你赛罗叔叔 再看看有没有办法 赛罗 我是笛家 你清醒一些 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堂堂的赛罗奥特曼 还没轮到你来指手画脚 真是自不量力 话刚说完 赛罗就对笛家发起了攻击 没想到黑化后的赛罗变得这么暴躁 由于笛家害怕伤到赛罗 不敢使用任何技能 只能四处不停地闪躲 来逃避赛罗的攻击 不行呀 这样下去 爸爸会被赛罗叔叔打伤的 爸爸你不如先控制住赛罗叔叔 然后再想办法救他 小笛家说的对 我先控制住赛罗 然后再去找诺亚前辈看看 有没有好的办法 赛罗先委屈你了 小笛家 我先在这里看着他们 你赶快去找诺亚前辈 请他过来帮忙 好的爸爸 我这就去 小笛家来到了诺亚奥特曼的宫殿 将赛罗黑化后 伤害格力乔和小赛罗的事情 告诉了诺亚 看来赛罗身体里面 隐藏的黑暗能量 已经全部被黑暗炸击击火 现在只能将赛罗的黑暗能量 全部吸收 才能让赛罗恢复原来的样子 解除格力乔和小赛罗的冰封 贝利亚 要不你去帮下赛罗吧 诺亚大哥 我都已经气暗投明了 皮肤好不容易变成了 我年轻时候睡气的模样 我可不想再变回去了 你能不能让别人去啊 贝利亚叔叔 你就和我一起走吧 小伙伴们都给你发送鲜花 支持你呢 你可不能让大家失望啊 好吧 看在诺亚大哥一把鼻涕 一把泪苦苦 哀求我的份上 我就答应他这一次吧 贝利亚吸光了赛罗的黑暗能量 赛罗重新恢复了光明形态 小赛罗和格力乔的封印 也随着解除了 而贝利亚 因为吸收了大量的黑暗能量 又变回了贝老黑的样子 不过大家都非常高兴 赛罗对自己黑化后 做过的事情非常懊悔 他和格力乔 深深地拥抱在了一起 看到了这一幕 贝利亚感动得都哭了 失去的话 抓紧把小赛罗的下落告诉我 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小赛罗的奥特勋章 绝对不会伤害他 黑暗扎机你太卑鄙了 居然刷手断将我抓起来 还想让我交出小赛罗 赛罗爸爸居然被黑暗扎机抓住了 这可怎么办啊 黑暗扎机和他的灌兽小弟都在这里 我肯定是打不过他们 我该怎么样去救我的赛罗爸爸呢 有了 我可以去找别的奥特曼叔叔来帮忙 他们一定能把赛罗爸爸救出来 小银河 银河叔叔在家了吗 我找他有急事 有什么事情呀 小赛罗 我爸爸去其他的星球执行任务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赛罗叔叔不是在家吗 为什么你不回家找赛罗叔叔呀 赛罗爸爸被黑暗扎机给抓起来了 我现在就是来找银河叔叔帮忙 一起去救我的赛罗爸爸的 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你再去找其他人帮忙 好吧 谢谢你小银河 那我再去找其他的奥特曼叔叔 转眼小赛罗就来到了小戴拿家里 但是戴拿奥特曼也没在家 小赛罗只好再去找泽塔 泽塔同样也没有在家里面 小赛罗只能继续去寻找其他的奥特曼 小赛罗跑了一家又一家 一个奥特曼都没有找到 我们快给小赛罗一点红色小心心能量 给他加油吧 奇怪 为什么今天奥特曼门都不在家 我都找了一圈了 也没看见一个人 现在还有谁能帮我救我的赛罗爸爸呀 那不是小赛罗吗 听说炸机大哥正在四处找他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次我又要立功了 看你这次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戏 小赛罗你怎么了 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呀 你爸爸赛罗呢 赛罗爸爸被黑暗扎机给抓起来了 我正在找其他的奥特曼叔叔去救他 这个可恶的黑暗扎机 我早就看他不顺言了 你快带我去找他 我帮你把赛罗给救出来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愿意帮我去救我的赛罗爸爸 当然了 我们赶快走吧 拓得时间越久赛罗就越未闲 那不是小赛罗吗 他怎么会和托雷基亚在一起呢 不行我得跟上去看看 托雷基亚叔叔真的很感谢你 真没想到你会帮我去救赛罗爸爸 原来是赛罗叔叔被人抓住了 托雷基亚要去救赛罗叔叔 不对 我怎么感觉托雷基亚是在骗小赛罗呢 扎机大哥 小赛罗我给你抓来了 骗子 托雷基亚你个大骗子 竟然骗我 托雷基亚老弟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可比我这群废物手下强多了 好兄弟就要学会分享 我们一起来吸收他们的奥特能量吧 托雷基亚果然是在骗小赛罗 小赛罗和赛罗叔叔现在很危险 他来只能呼叫狄家爸爸帮忙了 此时 赛罗父子二人的奥特能量 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吸走 狄家却一直没有来 小狄家的心情非常着急 不好 赛罗出事了 责他你赶快和我去救赛罗 黑暗扎机 今天就把你变成黑扎机 哎呀我的妈呀 你下手可真够狠的 不好了迪加来了 赶快跑啊 再不跑屁屁就得开放了 迪加前辈 托雷基亚跑了 没事他跑不掉的 你先给赛罗和小赛罗疗伤 我这就去追他 糟糕我的能量不够了 大家发送小星星能量帮助我吧 托雷基亚 接受光之审判吧 爸爸你不要再跑了 就算你变成了怪兽 我和妈妈也不会嫌弃你的 瞧妹妹小赛罗 你们还是不要再管我了 我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大家见到我都会害怕 没有人会再喜欢我了 赛罗哥哥 我们是一家人啊 我们怎么能不管你呢 就算再大的困难 我和小赛罗都不会放弃你的 我们一起去找西卡丽 她一定会有办法 把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的 对啊 爸爸 你还是跟我和妈妈一块回去吧 西卡丽叔叔一定会研究出解药的 你们还是不要再管我了 我看到自己的样子都觉得讨厌 让我一个人静静地离开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赛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原来就在三天前 赛罗正在追捕一只 入侵地球的怪兽 没想到狡猾的怪兽 居然设计了陷阱 落入陷阱的赛罗 不但不能使用任何技能 就连身体里都被注入了黑色能量 变成了怪兽的样子 妈妈 爸爸他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去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现在就回光之国 看看西卡丽有没有解救你爸爸的方法 小赛罗和格里乔回光之国 寻求其他奥特曼的帮助 而此时赛罗正孤独地走在路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 路过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你看那个人 真的好奇怪啊 怎么和怪兽一样啊 就是啊 真是太吓人了 我们赶快走吧 他好像听到我们讲话了 妈妈妈妈 是赛罗奥特吗 我要去和他拍照 孩子 那明明是个怪兽 我们离他远点 他们怪兽可不是什么好人 听到大家议论自己 赛罗的心情更加难过了 平时叱咤风云的大英雄 竟然沦落到这部田地 我们一起给赛罗发送小红花 祝福他早日康复吧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小子 快把你的银子拿出来 不然有你好看的 我真没有带银子 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黑暗扎机你给我助手 不许你们欺负他 这不是大英雄赛罗吗 怎么变成怪兽了 这爱管闲尸的毛病 可是一点都没变啊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 都还是正义的奥特战士 只要有我在 就不会允许你们做坏事 老大 这小子口气真不小 我来教训他一下 真没想到 赛罗已经完全失去了光之能量 就连黑暗扎机都打不过了 真不知道他以后 还怎么保护地球 我们一起给他发送小星星 帮助他恢复能量吧 希卡丽 赛罗哥哥还能恢复成 原来的样子吗 格丽瞧你看 这就是从赛罗身上 提取到的黑暗能量 只要往黑暗能量里面 注入足够的奥特能量 就可以将黑暗能量 转换成光明能量 太好了 只需要给爸爸传说奥特能量 就能让他恢复过来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想要让赛罗完全恢复 可能需要更多的奥特能量 光凭你们是做不到的 就算有0.1的希望 我也要试一试 赛罗哥哥 我们已经找到治疗你的方法了 我们这就帮你治疗 小赛罗快点 我们一起把奥特能量 传给你赛罗爸爸 不行啊妈妈 我们的能量还是不够啊 还有我呢 我来和你们一起治疗赛罗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发送红色能量 帮助赛罗他们吧 小赛罗你赶紧去看看 你的妹妹小乔乔在那边哭呢 什么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小乔乔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小赛罗没有人欺负小乔乔 小乔乔是看到这个石像才哭的 这个石像怎么都我长得这么像啊 这不会是我的赛罗爸爸吧 哥哥 我只是很久没有见到过赛罗爸爸了 看到这个石像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个石像就是你们的赛罗爸爸 你爸爸简直落爆了 他是被怪兽打败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被小黑你胡说 我赛罗爸爸是大英雄 他是不会输给一只怪兽的 小赛罗我看你是脑子见水了 不信你可以回家问你的妈妈 小赛罗 被小黑 你们俩不要吵了 诺亚前辈您来了 这个石像真的是我的赛罗爸爸吗 没错 这个石像的确是赛罗幻化的 事情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赛罗和泽塔在一次行动中 遭到了怪兽的围攻 赛罗 泽塔 我看你们往哪里跑 泽塔 你快赶回去 通知其他兄弟过来支援 可是师父 我走了你怎么办 你放心 我有足够多的能量 可以牵制住他们 好 我会马上挡回来的 居然还想搬救兵 兄弟们给我上 尽管放马过来吧 等泽塔带领众傲赶到的时候 赛罗已用晋能量倒下了 无论泽塔怎么呼喊 赛罗始终没有醒过来 原来石像真的是赛罗爸爸 诺亚前辈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赛罗爸爸唤醒吗 很多奥特曼都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是都无济于事 或许只有大家的光 才能将赛罗重新唤醒 我要将自己的光传给赛罗爸爸 哥哥还有我呢 我也要救爸爸 这种事怎么可以少了我小迪家呢 赛罗叔叔 我也来救你 还有我 我也要一起救回赛罗叔叔 光靠你们几个的力量还是不够 我这就把赛罗的照片拿出来 赛罗如果感受到大家的爱 肯定是会醒过来的 小赛罗小赛罗 出大事了 贝利亚把你老爸变成了兔子 你赶紧和我去把他救回来 真是太好了 爸爸不在家我就可以尽情地玩手机了 希望他永远变成兔子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你老爸 怪兽很快就会占领奥特曼小镇 我们都会变成怪兽的奴隶 哎呀 泽塔哥哥你说的有道理 我这就去救我的老爸 小赛罗你等等我 我还没有上车呢 没有我带路你找不到你的老爸 小赛罗你看好了 这四只兔子中有一个是你的爸爸变的 我给你三次机会 你要是猜对了 我就把你爸爸变回来 否则我就要惩罚泽塔 又不是我来猜 为什么要惩罚我呀 泽塔哥哥你放心好了 我肯定一猜就中 不会让你受到惩罚的 别磨叽 赶紧开始吧 嗯 我觉得粉色兔子 有我老爸的气质 我选这只粉色的 哈哈哈哈 小赛罗你猜错了 我可是宇宙无敌帅的玉米帮子 你老爸比着我可差远了 小赛罗这句你猜错了 我就惩罚泽塔背着汽车 做五百个俯卧城 小赛罗 你不是说自己能猜对的吗 这汽车太重了 我都快被压扁了 泽塔哥哥对不起 这一次我肯定能猜中 我选这只红色的兔子 这次应该不会猜错了吧 小赛罗你又猜错了 想不到吧 我是人见人爱的八伴星人 哈哈 泽塔 这次我要惩罚你跑步 快去大转盘上跑两个小时 小赛罗你把我坑惨了 在这上面跑两个小时 我的腿都会跑断的 泽塔哥哥你坚持一下 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小赛罗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可要认真猜 哈哈哈哈 这次我选黄色的兔子 哈哈哈哈 小赛罗你又猜错了 我是比维德王还要帅的达达星人 小赛罗你也太笨了 给你三次机会你都猜不中 这次我要把泽塔送去太空 哈哈哈哈 贝利亚你快点发射吧 我正想离小赛罗远一些 我不想再被你们折磨了 贝利亚你这个大骗子 所有的兔子都是怪兽变的 根本就没有我爸爸 我贝利从来不骗人 最后一只兔子就是赛罗 我可不相信你 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哼 我现在就把他变回来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可恶的贝利亚 居然趁我不注意把我变成兔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好 上当了 赛罗你怎么把我变成兔子了 我不想当兔子呀 快来人啊 谁能救救我呀 你怎么把我变成兔子